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我是孫雲喜 今天點題是看實四個位 講一下港股,今天是帥哥,高開四百多點 不過,其後升幅持續收窄 中段曾經收窄到幾十點,不過美市又再斜回頭 而且接近高位收市,收23603點,升428點 成交都繼續在一千億之上,有一千一百三十三億 今天的市場升四百多點收市,金融股其中的重要動力 包括有幫保險,升3% 內引也不錯,有1.6%的進漲 加上騰訊也做好,中石油也急升 成為市場上升的動力來源 整個市形勢,今天的市場升四百二十八點 當然有消息支持,包括中國的數據 另外,今天公布的三月份的配搭清genes 製造業配搭除非製造業 strengths 製造業 хватて搭除非製造業 都比市場預期,以致上個月好多 其中製造業非常了 plane 和預期,市場預期的45% 都差一截好很多 非製造業都是這樣的情況 非製造業有52.3% 比上個月增長了22%又多 非常厲害 預期都是42% 換言之 中國無論製造業以至非製造業 在3月份的表現都比市場預期理想很多 這是好消息 加上美國方面也有傳出好消息 特朗普政府正在想最新一輪的刺激經濟方案 涉及6000億美元 或是一輪不斷刑出來刺激 加上昨晚特朗普和普京 之前俄羅斯總統談過電話 大家談談油價急跌的問題 還交大了雙方的下屬 智能源部長 就著這個情況的持育溝通 市場預期對油價可能會有刺激 所以油價就OK 又低位反彈 以至剛才提及過中國石油股 857因而大幅上癢 8.4% 大致的視向好 不過今天的視向好之餘 其實在基本面的壞消息仍然存在著 包括甚麼呢 香港 當然香港以往不是太影響 港股的表現 但大家看看 因為實在太陽衰 最新的零售銷售數據 跌成44% 2月份 歷來最慘情已跌 而且一年跌13個月 真是淒涼 香港的情況 加上外面的氣氛都是差的 一方面 最新的美國地方聯署銀行 預期 接下來美國的失業率會上升到3.2% 真是恐怖 3.2% 這已經是氣氛差的情況 加上其他疫情的消息 都未有好的勢力 特別是美國 每天都一萬多兩萬 最新是16.4萬 支持16.4萬 中確診數字 遠遠超過其他地方 顯示美國的疫情 仍然未受控 這對大家來說是非常憂慮 加上疫情的影響 持續浮現 包括甚麼呢 昨晚歐央行 要求銀行延遲派息 保留這些錢 搞到一眾銀行股 就滑倒了 今天匯豐成為少數 逆市下跌的股份 相信跟這個有關係 跌穿上升軌 因為歐央行要求延遲派息 匯豐最殺死的是甚麼 經過這麼多年以來 都是息的 股息延遲派息 或者不派息 這樣搞 哇 死了 歐央行要求會怎樣 最終匯豐會怎樣 大家都會擔心 所以就跌了下去 所以壞消息是有的 好消息是有的 今天港股這樣抽上去 甚麼原因呢 會不會因為 哇 單單三月份 都跌了2500多點 整個第一季 都跌了 去到4500多點 接近4600點 換言之 跌了這麼多 會不會是今天 貴結 第一月貴結 這些淡倉 平一平 或者是好友 粉飾 槍廚 托上去 特別是 看到今天不少 之前跌得很殘忍的股份 今天也有不錯的表現 包括香港地產股 會不會因為是這樣的情況 就令到今天港股回升 好好看看 玩完第一季去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投資者可以怎樣做呢 看著 看著四個位置 看著四個位置 就是點提這幾個字 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 明天就是第二季的開羅 第二季開羅 會怎樣呢 明天可能會見真章 怎麽為之見真章 看著這幾個位置 如果有甚麼狀況不對勞 就可能 是反過來走也不出奇 當然 如果 看到沒甚麼 就可能延續今天的走勢 都說不定 所以大家看著這四個位置 判斷 究竟今天下衝上去 是不是人為因素 為了季節而做的呢 四個位 第一個位 當然要看一下 道指 道指這陣子都威水 低位 產上來不少 究竟他的升勢能不能夠延續 就看著 這個位置 第一個就是二十天線 看到這條 這樣一線 二十天線 現在正在做二四七零 和之前的收市價 二三二七 不是差很遠 八幾點 這是第一個位置 看著 第二個 就是綠色線嘴指著 就是 二二五九五 三月二十六號出現的前浪頂 所以第一個位置看著 就是道指 就是剛才的兩個指數 點數 大家要撐到實一實 第二個位置看著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 最近就滑下去 令到全球的資產 就出現回升的跡象 因為畢竟 美匯指數 視為是避險的 避險的工具 資金一角 不對勁 就擁去美元 令到美匯指數上升 這次跌下去 就是顯示 避險情緒降溫 所以就利好其他資產 看到了 但是呢 昨晚也好 以至今早也好 美匯指數見到 就抽回頭的勢頭 以這兩日 兩枝竹來計算 就出現曙光初現的情況 今天再升一點 就想回頭 仍然站在二十天線之上 整個勢頭 好像OK回頭 好像有回穩跡象 究竟能不能夠 會只要衝回頭 令到環球資產再現跌勢 就看著一百點 這個心理關口一百點 之前還穿了 這個位置衝回頭 麻煩的 留意著 美匯指數一百點 會不會失而復得再上方去 第三個要厚實一實的 就是紐約旗油 我剛才提及過 紐約旗油有些好因素 推動去上升 但其實基本因素來說是差的 估計 大的機構估計 接下來的石油需求 每日跌成一千六百多萬桶 一千六百四十萬桶 每日跌那麼多 所以油價本身就一般 但是技術走勢 就做了一個高低的小箱底 究竟會不會油價走勢 又逆轉跌穿下去 接著拖累 先拖累石油股 接著就令大家擔心 傳球經濟繼續差 所以留意著 旗油的走勢是很重要的 旗油的重要位置在哪裡 這就是紐約旗油 高低的小箱底部 大家拘捕一招 當然 講來講去最重要是看恆生指數位 就是第四個位 恆生指數的重要位置在哪裡呢 現在重要位置在二十天線 就在二萬三千八百八十八點左右 簡單來說 二萬三千九 比較容易記 另一個重要位置在二萬三千八 比較容易記 其實就是前浪頂的阻力 23791 就是3月27號做出 簡單來說 二萬三千八 看著這兩位 會不會穿得到 如果穿得到 聲勢就可能嚴重 特別是明天 如果穿得到 而且能夠收視 站在上面 就可能是一個聲勢嚴重的表現 顯示今天不單單是人為因素 但如果不能夠穿 就當心今天 是不是因為貴結因素推上去呢 大家留意著 剛才說的幾個位置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